請問部長,副委員會指定金融航空法的研議到現在為止還是一直在審議當中 雖然還沒有最後的一個定論 等到有相關的定論再跟各位報告 我想這裡面還要牽涉到一些議題,有待我們跨部會的做討論 這個其實在邱部長那內就已經開始在檢討,所以我們只是在經過跟參謀本部在討論 然後我想就回歸到我們的土耀狀況組織規定,本來112年就已經有這樣的規定了 所以我想相關的各級的這個他們應酬能力都已經有所提升 所以參謀本部也同意這樣子的一個回覆到這個112年的這個本來的規定 所以我想這個沒有什麼隨不隨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首先說明拜登總統這些談話 如果你從他的整個在過去脈絡上來看的話 這個都是彰顯了台灣的重要性 主要是在台灣彰顯台灣的重要性 就是說台海的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想這個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那我們所要的當然是強化我們的自我防衛的能力 對於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的提升 然後加入這個整個美國印太戰略 它所謂的形成一個有效嚇阻裡面的一環 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我們主要還是在於強化我們的自我防衛能力的決心 通行不幸會 觀看 隨意的